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人 有点新潮旁派 这个舞台 它设计就是非常健康 非常有力量 这两件衣服 它是一个很薄很清透的 这件衣服有很多明星穿过 其他两张花做的比较好很多 这个可以做的一个人形 这个衣服还是挺像的 这个也很有意思 先把这个丝绒 跟层片和凤凹边 再把它钉在这个雪坊上 这个工艺非常非常难 因为雪坊用青毛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是我没想到的 靠这个钢结构下的腰上 它是怎么穿上去的 有可能这个侧面和缝进去 像一个水晶灯 我都想把他看着这个 所以它的色彩 超好看的 这个事实是把结构玩得特别麻烦 一点的舞弊会 性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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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 不要穿过 这个应该很经典吧 看到了它的瓶子我就非常有欲望想买 买它的瓶子都是一种手法 这边就来到它的装饰的衣服 很厚实 它这个地方也是最经典的一个 这马上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开的 然后做了那种度工 非常非常重工 这边呢就是丛林系列 多年来不同时期做了昆虫系列 这个董事也是超级的 这边是用丝隆的面料做的拼接 然后在针丝上去做手维染色 这个就是它的装饰手法 一居小杰 这是一个简形的 这个就是汉戒动 它的版型是特别牛 关肩细腰 风袖 这个是一个水蜜 它还有很多层颜色 它各颜色很高级 胸衣跟手腕上的装饰是亚克力的 是蛮好看 版型简直的 它里面给大家呈现的 是从各个角度带来的边界突破感 它在服装材质上进行了突破 它对服装的扩形进行了突破 关于性啊 关于死亡 关于生物边界感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 对自己的专业也好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好 都会有很大的突破 我要开始把我的概念系列搞起来 都没太过去 我们就能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的我们是什么意思的 我们英文做的 我们为政策的 我们以为我们呢 事实斗 我们就是我们来自己的 我们快乐的